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例子 这个我就不再敲了 因为这是服务器端代码 而且它的浏览器端的 就是组件非常的简单 是个Hello World 所以就没必要敲了 我就整个考完了以后 给大家整个把里面的结构说一说 就OK了 在这我们建一个新的 这是刚才 这肯定是不对的 这要删掉 这是010 好 在010底下呢 我们拷贝这个东西 Ctrl C Ctrl V 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那什么 首先呢 我们先运行一下 我们先build一下 然后呢 CB010 CNPM install 好 等它装着呢 我们来看看这代码里有啥 这个代码里呢 我写了一个readme 我来说一下这个代码的结构啊 首先这有一个入口叫index 这个index非常简单 然后直接require.listen 首先我说一下啊 所有的这个node里边 用require和models.这个叫models.export 就是念export 对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require这个文件的时候 它会开始运行这个javascript 然后最后 把那个model.export的东西 作为这个函数的返回 这个大家对这个node要的 因为我这里面没有讲node啊 啊 OK 这已经完事了 所以来讲呢 这个代码的结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我说一点啊 就是核心的东西 我们当时原来在浏览器端 就是reactdom.render 这是一个核心的函数 那么如果是服务器端渲染的话 那么它在服务器端 需要先把html拿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核心代码是reactdomserver.render to stream 你要掉上它 那么后面依然是你相应的那些写的组件 然后它就会得到一个html的strain 然后它把这个strain 只要插到你要挂在那个点上 完事了 就干这么点事 好吧 说的那么热闹 就干了这么半天 就干了这么点事 好 我们来看这结构 首先呢 第一步呢 它require.app.js 在这 那么在这的话 它require它 那么require它下去掉进去以后 我们看app的app.js app.js 这里边 这一些注释是我家的 在这里边 它会出使化 koa 然后koa static koa router 你基本上来讲 你知道koa就是这个node在服务器端的一个框架 你知道这个就行了 然后 它大体的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在这个地方 constantapp.new new一个koa 这个东西其实来讲就是整个服务器端的那个instance 然后它拿到这个东西以后的话 在这堆做一堆操作 我们一会儿再看这个细节 做了一堆操作以后 model.export.等于app 这个app其实是koa 然后最后把koa等于它 那么我们刚才说你require什么 最后返回去的这个东西 将作为这个你require的这个函数 也就是这个东西返回了以后就是app 所以它是app.listen 然后呢 兼听3000端口 这个不难吧 不难理解吧 好 然后我们再看里面的细节 细节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第一个呢 它在这儿初始化了 初始化 那么app等于koa 这个刚才我们看见了 然后呢 底下主要做了一件事情是路由 把路由设定对 把路由设定对以后 然后.listen .listen刚才我们也看见了 所以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路由 它是怎么做的 其实路由呢 它就是说我要把不同的路由 调不同的render函数 其实它就干这么一件事情 好 我们来看app啊 首先第一个路由拿到router的构造函数 拿到router的构造函数以后呢 在这就构造了 构造了一个router出来 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啊 然后在这开始require.root require.root 因为它是没有.js的 其实就是它 那么在这儿的话 我们会看到你require的router以后 它首先在这儿会 constantadmin 它又require了admin 那么它又会掉到 .controller 这是.controller admin里面 在.controller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expos.admin 等于一个函数 好 我们来说一下expos和model.expos的关系 model.expos和expos在进入一个 在进入一个script 就是脚本的时候 它两个值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两个东西只向同一段内存 只向同一个对象 也就是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model.expos.admin 也就是在这个东西上加一个admin 但是有一点要说啊 如果model.expos被等于了一个其他东西的话 那返回的时候就等于等于的是其他东西 就跟它没关系了 所以有很多帖子会讲说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区别 但是现在你不用管 也就是这个地方加的admin admin是个什么呀 admin后面是个箭头函数对吗 这个其实就是render函数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函数 这个地方ctx 未来它用这个ctx去做 所以它在admin这返回了一个函数 你要记得这边alquire的时候 返回了一个函数 在函数里边 它调入了ctx.render 第一部分是模板的名字 或者是组件的名字 第二部分呢 是传给这个组件或者模板的参数 其实组件即模板 模板即组件 这两个东西其实不分的 好 那么你知道这个函数干什么了就可以 然后从这回来 我们刚才的位置在哪 我们刚才的位置在root 在这拿了一个函数 也就是admin现在是个函数 那么admin admin是谁呢 是admin点admin 为什么 因为admin是哪个东西呢 admin其实是刚才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边的这个东西 对吗 因为是他点他等于了一个东西 那么返回来的时候 就是也就是xpaw xpaw的是返回了 你现在返回的这个东西是xpaw 那么也就是xpaw的 只是他把这是叫来的命了 这个写的有点乱 所以如果他要就叫xpaw的话 那你就看出来xpaw点的命 这个就顺了 对吧 然后这是model.xpaw的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样一个箭头函数 这个箭头函数第一个呢 从admin里把router拿出来 把router拿出来以后 然后调用router点get 后门是一个什么 这是刚才的一个渲染函数 然后呢 把它挂在根底下 然后呢 router点get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刚才在前面的时候 见koa的时候知道 就是当你用get的方法 去访问这个router的时候 我将用这个函数给你渲染 router会记住这件事情 好 那么他出来 回到app 这一通操作做完了以后 routes已经知道是 routes是什么 routes是个函数 对吗 记清楚了 routes是个函数 它传进来的函数是app 所以此时 它只是产生了一个函数 而这个时候app还没往上挂呢 对吧 然后在哪调容的 在这调容的 对吧 这是routesapp routesapp掉进去以后 其实掉的是哪个函数 掉的就是这个函数 对吗 然后这块刚才是声明 这才开始执行 对吗 执行完了以后 这个时候这个点才挂上去 对吗 这有点绕 然后 底下这个 你看把approuter挂到app底下去 这个无所谓 然后剩下的 比如处理模板 这增加了这个.view .view是他们的底下一个 一个这个什么 一个路径 还有这个.view 这个都是很常规的操作 如果错误了怎么办 好 我们大概看过去以后 就是刚才的整个这么一个 然后定义了router函数 然后router函数 我们看了router函数在哪里 就是app.root.js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 requirecontroller.admin 这个地方在这拿了 那么这个东西定义在哪呢 它的定义在 在这个地方 不是不是 在后面 有一个reactive.view 它router就返回了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reactive.view reactive.view在这运行的时候 又一次把app裹挟进去 那么他调入了middleware middleware是中间件 中间件的reactive.view 然后我们看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真正的工作函数 这个函数好上面一大堆东西 好我们先不管 我就告诉你 它里面其实也没啥 然后这儿一看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返回了一个函数对吗 这个地方返回了一个箭头函数 那么这也就是说reactive.view 是一个箭头函数 那么在调入reactive.view的时候 会把会把这么一个对象写进去 然后一个对象 一个app 所以那么我们现在进来来看 它的这个代码 那么一个options 这是一个对象 一个app 对吗 然后在这里边 当调容它的时候 我们前面看 当调容它的时候 它会去干嘛 它会在这 你看它这一个extreme name 是叫js 那么如果是什么 它会把js放进去 那么当我们如果去加载 一个叫admin的 其实它是给谁用的 给这个地方用 当你拿着render的时候 这是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进去的file 它将把刚才那extreme 加进去 变成admin.js 然后admin.js 在哪里 在component 在component 这里 对 看见了吗 这个地方是刚才的传的msg 然后我在这点一个哈哈 这个哈哈是我打的 然后来讲 那么其实它就是把这个东西要漏进来 然后它拿到它以后 这个代码在这 记得刚才这个名字已经进来了 然后它在这试图去把 这个home的后制名拼上去 拼上去 做完这个操作以后 它开始运行这个render render render本身也是一个函数 这是有file name file name在上面已经被它拼好了 拼好了以后的话 那么在这 运行完了以后 它开始try 它require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掉 this.body 等于react.dump.server.render to string viewcontext 然后最后它的type等于html 所以看到这的时候 你就明白说 事实上来讲 真正它的刚才的工作函数 其实就在这 也就是上面这个app的这个流程 其实来讲就是这个地方在 在定义了router 然后这个地方告诉你 这个router定完了以后 怎么通过一个模板的名字 加上给模板的参数 或者一个组件的名字 通过组件的参数 然后最后能把它加载进来 这个就是真正的在加载的过程 那么加载完了以后 然后这是route才app 然后再把它挂到route里面去 然后use的过程 再把路由挂到app上去 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就完成了 其实就干了这么三件事 看着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好 我们来运行它一下 运行这个东西呢 就是node 应该是index吧 好 它就起了一个3000的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呢 比较挫啊 你在这做完3000 出来了吧 当然它这里边有一些地方 它找不着 找不着就给你报个错 这个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1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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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哈哈 这个东西出了 而且出来的话呢 我们去看一下network 我们去看一下network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挂载点底下的东西是有的 而且它已经被替换掉了 也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 我们所说的 就跟刚才如果用原来的写法 这个地方是只有一个挂载点 你回头只有到了 你什么才会往上挂 现在作为服务端的rendor 然后他已经把它挂上去了 那么他其实核心函数就是这个 你如果这个我觉得如果你真正工作中用到的话呢 再说见招拆招 这个工作量会 其实肯定会有很多工作量 你肯定要很多研究 如果你面试的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要应付两块 一个是面试问我们怎么 我们怎么办 工作中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面试问你的时候 你就把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就是它的一个核心就是这个 那么它的需求是什么 在哪个点以前的是可以的 然后大概怎么去做 把那个流程整个说一遍 应该就没有问题 好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有REA的课程的内容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里